想走哪有這麼容易呢? 就死吧! 會和大家說說裝備 其實你現在看到的這套 叫做傑魂的 並不是真的裝備 只不過是外觀 而真正我現在穿的那套 其實是現在如果你一開始玩的 這套裝備 就是守護者Alpha 這套裝備 可以說你現在開始才玩 就是很強硬 應該整個星神的任務差不多完結 你都可以穿這個裝備 所以是很強硬的 比起你開頭的就完全沒得比 如果你是新手的話 你可能不太明白 Mon Hunt 其實你的主角是不會升等級的 你可以升的唯一的東西就是裝備 而今集來講 其實裝備是開多了很多東西的 又可以加多很多飾物 亦可以外帶其他的技能 Gear 這些東西沒有完美的 亦要配合你喜歡用什麼武器 如果你很喜歡用警棍 對不起啦 Mon Hunt 是沒有警棍用的 但是是有蟲棍的 今集是多個蟲棍這件事 說回守護者Alpha 頭和腰都可以加飾品 飾品槽各有一個 所以總共有兩個 全Z Gear 發動技能 體力增強Lv.3 加50 體力回復量Up Lv.3 加1.3 即是吃草藥時加1.3 回復效率 跑者Lv.3 任何需要用到體力的東西 都可以減少50% 這件事非常有用 因為滾地、鼻都需要用到 精靈加護Lv.3 這個按機率出現 可以減少傷害50% 當然是機率出現 好了 Mon Hunt 主要按任務推進故事 現在就接這個任務 就是去打冠特龍 其實每次接任務 我們都是有時間限制的 你會看到是50分鐘 現實世界是50分鐘 你需要按著時間去完成你的任務 這次要殺5條觀德龍 應該是10條 這次留意地圖 如果紅色好像現在這樣 就是你已經進入了作戰的環境狀態 如果龍打你才會有這個情況 如果他不是對你有敵要打你的話 地圖是不會有這個紅色圈的 現在就殺了一種 就是冠特龍 那下要殺的話 這次用泰刀是多了一招收刀的 但我現在還在練習 因為對龍的收刀狀態 拔刀的狀態是需要練習和掌握的 而且不是完全無敵的 我發現這類型的沖撞型的龍 可以撞開你的無敵狀態 當然會有彈刀 但現在泰刀不是每次彈起你的刀 因為以前彈刀就等於不能攻擊 還會有一個很大的空間出來被人攻擊 所以這次用泰刀是變好了 這次用泰刀是一樣的 又是不熟,但也會把他玩弄 對,如果你的屍體太遲收割的話就不能收割了 已經有幾副不見了 又是這條戰龍 生態環境,正所謂弱肉強食,我高級過你,吃了你,是很正常的 吃完胖都還要這樣走 追加任務,變成要去狩獵這條大的空炮龍 空炮龍,總之就是戰龍 現在你可以求救的,可以叫大腿來幫你的 如果你沒有人幫的話,就自己去打吧 其實我開頭,你現在的裝這麼厲害,我都覺得自己打沒問題 而這次你要找這些龍,要找這些竹跡 你找到這些竹跡之後,你的營火就會告訴你它在哪裡 基本上你跟著營火去找,就一定會找到它 而收集到差不多的竹跡,你其實在地圖都會看到它 所以是容易找到很多的龍 當然啦,有時候地圖就有高低差的,要想辦法去走那些高低差的 既然打大佬,就嘗試用這個飛鎖 飛過去 整軟它的肉質 這一代的龍 就可以用飛鎖讓它的防禦力減低 令到肉質變軟 有時候地圖都會有高低差的位置,而且有高低差的位置會令到你更加難打 所以這些都要避一避 看起來不會有高低差的位置,但是這次的攻擊力減低差的位置會有高低差的位置 那現在這些大龍,大概有的大龍,他背後會走的 他跑掉的話,要看著螢火追回他 走過來,這麼多雀仔陪你 打完雀仔,一起陪葬 打完雀仔陪你 收刀真的不太容易用 要練習,一個好的收刀時間很難掌握 他翻滾時騎上去撞牆的槍就不可以,所以要留意一下 在地圖上閃閃閃就等於發敵勾 打到反途就很棒了 真是淫斬 現在這些位置 可以貪刀,貪得多多 那你也要練一下你的武器 看看怎樣可以練得多些 好像被我打爆了頭 真棒,爆頭 搞錯,這一下這麼帥 他避到 全滑了 又走 又要再追過 先殺了你們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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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鮮變虛弱 他還要我回去 洞 這次很爽啊 閃光翼蟲打完之後 魔物就會暈了 所以很爽 我剛才用飛索 飛過去的時候再打一隻閃光翼蟲 所以你會見到現在他們就暈了 現在就不斷任你打了 殺了之後當然要收割 不收割就糟糕了 所以記得要收割 今集就先玩到這裏 其實還有些劇情的之後 亦都有一些負線任務 亦都可以做的 現在就先玩到這裏 See you next 我多吃到這裏 我會想到這裏 你看我會想到這裏 我會想到這裏 我會想到這裏 可以做什麼事 我會想到這裏